这个是 UMW Toyota 在马来西亚的第一款电动车 也就是全新的 BZ4S 基于 EPNGA 平台打造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版本的 BZ4S 是什么版本 首先这款车为什么叫做 BZ4S 呢? 其实 BZ 的意思就是 Beyond Zero 就是迈向零排放 所以这边也写着它是 Electric 电动车 这款车只会有电动版本 不会有 Hybrid 不会有内燃机 它的外观设计部分其实也非常的前卫 因为 Toyota 就是要营造出一种非常前卫的感觉 让人家知道它们正在迈向未来 你可以看到整个头承组的设计是非常的尖锐 而且是全 LED 的设计 然后它这个水箱护照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它并没有内燃机 所以它并不需要一个进风格 让引擎进风以及冷却 所以整个车头的设计跟以往的 Toyota 都非常的不厌 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到这辆车 你会觉得它很小台 它的车身尺碼大概是介于 BZ4S 之间 但是它的轴距达到了 2850mm 这个轴距比起 Toyota Camry 还要长 这个是因为电动车的特性 它的电动马达比较小 所以不需要那么多的空间容纳这个引擎 因此它可以把轴距尽量的放大 让车身拥有更大的车身尺碼 这边就是它的充电口 这个充电口支援两种规格的充电 分别是 6.6KW 的 AC 快充 以及 150KW 的 DC 快充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UMW Toyota 的总部外面 其实它们也建设了非常多的充电桩 所以这款车它们不是一丝一丝带进来而已 它们是真的有一丝在本地推动这个电动化的 Toyota 车款 150KW 其实非常的快啦 马来西亚版本的 BZ4S 只有一个规格可以选择 就是这个前轮驱动的车型 只有一个电动马达 最大马力表现是 201HP 峰值率表现 266Nm 虽然讲这个数据看起来没有很出色 但是这辆车其实主打的是续航 它配备了一块 71.4KWH 的电池 最大续航在 WLTP 的测试之下 可以达到 500KM 诶 等一下 我知道你可能会讲就是 这个车在国外测试续航其实没有到 500KM 但是基本上电动车都是这样子的 我开过那么多品牌的电动车 基本上官方宣称的 跟着一个实际做到的 很少会有一致 不是没有 但是很少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情有可言 至于它实际可以开到多少呢 我们就等待这款车有试驾车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测试啦 不过这款车基本上开起来的感受 应该会跟这种内软机的车款差不多 我们再看这个 BZ4 的车尾呢 其实可以看出它是采用了 类 Coupe 的造型设计 老实讲这个运动化的外观设计呢 我觉得还蛮帅气的 然后在车顶你可以看到 它采用的是双色的设计 然后有个黑色的尾翼 因为这辆车是银色 所以你看这个双色车身是比较明显一点 然后这边还有个钢琴黑的小尾翼 然后 LED 的尾灯组 而且是连贯式的 这个尾灯组我自己觉得啦 这个是这几年头它最美的车尾设计的 然后它这边还有360度镜头 还有这个电动的尾门开启 打开了这个尾门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 ETNGA 平台 其实真的还是有点优势在啦 因为它的这个不一样的空间 我觉得 这个深度跟平整性都还蛮好的 只是高度有一点点高啦 不过 比起很多的SUV 我觉得这个高度 基本上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是没有Sphere Daya 的 你打开这边之后 它只有一些补胎剂啊 脏板等等的东西 它是没有备胎的 然后当然下面也没有排气围管 因为它都不是内栏机的车款啦 是一款纯电动的车款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它的内装设计 我可以告诉你它的内装非常的不Toyota 你看一下这个内装设计 你会想到它是Toyota吗 非常的有全位管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还有一点哦 就是这辆车的这个PUQuality 非常的好 给大家听下关门声 听到吗 这个关门声真的是非常的Solid 然后在一些细节上面呢 它可能感觉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豪华 但是实际上都做工不错 就是讲门板都是软质的塑胶 这边都是软质的塑胶 就是这个开门的门把 就是它采用了一个比较blastic feel 的门把啦 我也不懂为什么 然后它有这个机翼座椅装置 然后整体的内装你可以看到 这个战斗机式的数位化仪表 这个是Toyota最美的meter 我不接受反驳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设计是比较低矮 让我感觉到我好像在加这个PUQual的2008 整体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像 然后可以发现到这边前面还有一个sensor 这个sensor就是侦测驾驶者是否疲劳 如果处在疲劳状态的话 然后甚至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 然后这个整个中控台呢 采用的是一类一类这种牛仔皮的设计 摸起来的感觉很不错 你永远会发觉这个内装真的很前卫 然后这个超级大的触屏主机呢 还是支援这个无线的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未来呢 Toyota 的车款基本上都会搭载这个车载系统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车载系统基本上是很不错啦 然后这个顺畅度也很快 可以看到 基本上没有什么卡顿 然后 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冷气的界面 当然都是这种触控式的设计 然后有一点点的实体按键 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引擎启动键 然后还有这些驾驶模式切换 电子手刹车 还有这个旋钮式的这个排档杆 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好看 然后它还有这个360度的镜头等等 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整体外观设计 如果讲以后Toyota 车款都维持这个设计风格的话 我一定买包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有一个无线手机的充电机座 然后它这个格子呢还是透明的 然后这边有这个自备架 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打开 置物空间也很深 然后其实这一个界面的下方也是有一个很深的空间 然后下面有USB可以为你的手机充电 为什么它这边下面要设置那么大的空间呢 因为它没有抽屉 所以它把全部的置物空间都集中在中间这边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然后这个内装设计我真的真的很喜欢 你们会达到分 是满分10分我会给它9分吧 你们会给到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座设计 这个后座真的是可以感觉到它有一个2850mm的轴距 后座空间表现其实非常的大 然后它这个座椅的支撑性基本上都很好 椅背 椅垫都OK 然后因为它是这个电动车型 所以中间鼓起的面积也是几乎全屏 所以坐在后面舒适感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我的这个脚铺空间有差不多三个前头都来了 然后有一点点缺点就是这边旁边太多Piano Black 看起来设计是很好看 但是很容易沾染指纹柔很容易滑 然后还有它是全黑车顶的关系 所以这个压迫感比较重 虽然讲旁边有三脚镜 但是这个三脚镜非常的小 其实帮助也不大啦 不过讲真的如果作为一台日常代步的家庭车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还是可以接受的 除了银辉色之外 它还有一个深蓝色 不过这个深蓝色的双色车顶就没有那么明显啦 其实这辆车是我最期待的电动车之音 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些欧美的媒体 其实他们给的评价都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去了中国 这个评价就不一样了 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太多 所以他们有一个对比 但是无论如何 我相信这款车还是一款很好的product 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发布之后 也是一款热卖的电动车 只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布 所以接下来如果进一步的消息呢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这个BZ4S的新车抢先看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